嗨,大家好,歡迎收看我的IOH講座 首先先感謝上月十頁有限公司周品喬女士所帶來的一句話 分享與傳承 那這一頁的話是我的這次講座的目錄跟大綱 首先我會先介紹我的高中 以及我現在念的東武大學 還有東武大學數學系 以及我上過的一些課 還有我參加過的一些社團活動 那最後會有我的心得 那大家好,我是吳彥輝 我來自於台北 那這張的話是我的封面照片 那照片上是我們學校的讀書館 以及第一教員大樓 那我在2012年畢業於明倫高中 那童年學徹申請上東武大學數學系 那我將在2017年畢業 那首先我要先介紹的是我的高中生活 那我畢業於台北私離明倫高中 那這是明倫高中的校門 那這是明倫高中的操場 那明倫高中的小弟非常的小 不過師生關係非常的融洽 就老師都會關心你有沒有來上課啊 甚至連客人老師都會打電話說 欸,同學你今天怎麼沒來上課 等等,我覺得是非常溫馨的一個學校 然後但是因為校門口跟操場都因為蓋新大樓 所以現在都變成工地了 對,那未來會有新的大樓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我的高中的社團 我參加的是冰宇康府社 那我在高二那年擔任是第17屆的副社長 那我也在大二那一年擔任21屆學弟妹的指導老師 那這張照片是我在高二那年舉辦社慶成果發表會 結束之後 所有的學長姐學弟妹大家一起拍的一張大合照 那這張照片上總共有接近100個人 那都是我們畢業於明倫高中的學長姐 那每一年都會回來到學弟妹的社慶一起團聚 然後看學弟妹的表演 是一個非常溫馨的地方 那我在康武廁學到了活動企劃 這是我覺得在康武社裡面學到最多的地方 那怎麼樣從一個活動在發想 那怎麼樣舉辦成一個一整天 甚至是三天兩夜的活動 都是高中康武社所學到的 甚至呢在這之間 我會學到怎麼樣表演跳舞 怎麼樣表演手語 甚至怎麼樣帶領同學們玩團康 那這都是康武社所教給我的 另外呢我在康武社覺得最重要一點是時間上的安排 怎麼樣在最短的時間內發揮最大的效益 那能夠呢在社團以及課業之間取得平衡點 那另外呢我也覺得在高二升高三讀書的時候 我也利用到非常多康武社所學到的技巧 像是定心丸啊 系流甚至是甘特圖的部分 來安排我高三那年的讀書計劃 那我覺得透過這樣的安排呢 讓我的讀書非常的有調理 而且非常有目標跟步驟 那我也覺得這樣的方法 讓我在讀書上非常的省時省力 那這張照片呢 是我跟高 我跟學弟妹所拍的一張大合照 那另外一點我在康武社所學到的 是學習與回饋 就是怎麼樣在這個地方 學習到自己沒有學習的東西 那甚至把我自己所了解所學習的東西 交給學弟妹 那這都是在康武社所學到的 那這張呢是在我擔任指導老師的時候 幫學弟妹舉辦幹部訓練的時候 所拍的一張合照 那照片下面的這些人呢 都是我們畢業於明文高中病與康武社的一些學長姐 那這些學長姐呢可能是畢業已經十幾年了 甚至也有剛畢業剛升大學的學長姐 那每一年呢都會集合起來 幫學弟妹一起做幹部訓練 那是相當溫馨的一個地方 那再來呢我在康武社所學到的 另外一個點呢是領導技巧 怎麼樣帶領一個50人的社團 怎麼樣帶領一群學弟妹 甚至怎麼樣在學弟妹 或者是社團裡面有人 夥伴難過不舒服的時候給他們陪伴 那甚至是怎麼樣指導學弟妹 能夠在活動企劃手語上面能夠更精進 甚至呢怎麼樣能夠在這邊學習到 團隊帶領的一些技巧 團隊互動的一些方法 我覺得這都是在康武社所帶給我的 接下來呢是我的學習的價值觀 那我認為呢人生就是不斷的學習 不斷的挑戰 那能夠從不同的活動體驗 甚至能夠從中得到一些自己的經驗 那我覺得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再來接下來我要進入主題 我要來介紹我所就讀的東吳大學 蘇州University 那東吳大學創立於1900年 在大陸的蘇州創校 那這一張呢是我在外山西校區 跟東吳大學校民牆所留下來的一張合照 那東吳大學是一所基督教會學校 是由基督教監理會所創辦的 那在中國當時候是第一所的民辦大學 那在1951年在台灣副校 那也是台灣當時的第一所私立大學 那這是我們學校的教堂 那東吳的教會氣息其實沒有輔大這麼的濃厚 不過在24號25號都會放兩天的假 其實我覺得相當好 就是每年聖誕節都有連假可以放 然後呢就大家都會約出去玩啊 或者是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安排 那我覺得是相當好的一個地方 嗯 再來呢我要介紹東吳大學的話 有兩個校區 那第一個校區是外山西校區跟城中校區 那城中校區有我們的法學院跟商學院 那城中校區最大的特色就是非常的小 然後有點像補習班 然後每一棟大樓跟每一棟大樓之間都非常的近 不過我覺得這一點有個好處 就是你在課跟課之間要趕換教室啊 趕課的時候其實非常的方便 就是不用跑可能要跑整個學校 從校門口跑到最裡面 那可能就在隔壁 甚至隔壁棟大樓我覺得非常的好 那城中校區呢最大的特色就是交通方便 生活機能非常的好 就附近有萬華啊 台北車站啊小南門啊西門町 那吃的東西都非常多 甚至你要買衣服啊要補習啊 就是北車西門町也都有 就是提供這些機能 那我覺得是相當好 另外呢在城中校區呢 可能像附近有高等法院 有總統府立法院等等 對於法商學院的同學來講 其實是相當好的豐富的一個資源可以做利用 那再來這張的話是城中校區五大樓前面的一張照片 那他在桃園街跟桂陽街口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是我所 就讀數學系位在的外雙溪校區 那外雙溪校區總共有人文社會學院 外語學院理學院 還有2015年最新成立的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那這是外雙溪校區一進去的校門 那他是我們的校門的牌坊 那沿著校門直直往內走的話 就會看到這是我們的林溪路 那又稱為淵家路的部分 那同學們就會 就是會從外面搭公車啊下車 就要這樣沿路走進來 那沿路大概有200公尺到300公尺 其實是相當的長 就是走起來是非常的辛苦 那沿著林溪路走進來的話 就會看到我們的第一棟校舍 那是我們的寵會堂 那現在是辦公室 就是一些註冊組啊 出納組等等一些辦公室所位在的地方 那這一張的話是我們的第二教員大樓 那是我們人文社會學院所上課的一些地方 那另外我們學校也有操場 那是一圈400公尺 就是正規標準的操場 那這一張圖呢 是我整個學校裡面最喜歡的一個地方 那它在我們的寵會堂的辦公室 跟我們綜合大樓的中間 那它是一個八角亭 那裡面有種一棵龍樹 就是非常的舒服 而且非常的涼快 就每次會跟同學約在那邊 欸等同學下課或等同學買便當 我就會跟同學約在這裡 那外松區校區呢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小而美 就是校區其實非常的小 那可能走兩三步路就會遇到熟人 那可能每次走幾步就 欸我的高中同學 甚至我的國小同學 我覺得都相當有趣 另外呢非常的漂亮 就前面有山 前面有水 後面有山 然後呢每次讀書讀累呢 就可以去西邊走走啊 休息 甚至後面有一些山 可以有很多樹 可以吸收芬多精 我覺得環境非常的清優 而且漂亮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東武大學 它是以著山坡而蓋 所以樓梯非常的多 那校門口距離教室就非常的遠 可能要拔山涉水 然後才可以到我們學校 才可以到我們的教室 我覺得也是 大一的時候就會覺得 喔 樓梯怎麼多啊 教室怎麼遠 可是走了三點之後就覺得 很輕鬆嘛 爬幾個樓梯而已 就覺得 呃角力又變得非常好 那這就是 呃從校門口 要一路往上爬 然後就是會經過的第一個樓梯 然後再來是第二個樓梯 非常的長 然後呢 走上去之後 才會是我們的 第一教練大樓 就是數學系上課的地方 對 就一開始真的很不習慣 可是後來走久了 就見步如飛 就去去去就上去了 我覺得 就是 走完四年 就是體力真的會變得非常好 那再來呢 我要介紹的是 東武的國際超級馬拉松 那這是東武每一年都會舉辦的一個 非常大型的活動跟比賽 那 這個活動從1999年就開始舉辦 那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24小時 就是不間斷在東武的超廠上繞圈 你就看著選手在那邊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 非常的熱血 而且非常的 就覺得他們怎麼可以 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 同樣的風景 然後跑24小時 你就覺得 他們怎麼這麼厲害 對 那它是一個 世界為二 然後亞洲第一個的金牌賽事 就是在超級馬拉松借的金牌賽事 那在2012年第一次達成這個標準 那這張圖呢 是我在2015年擔任超馬的志工 所拍的一張照片 那這是我跟場地組的同學 還有老師一起拍的合照 那 在 嗯 超馬每一年都會增 需要非常多的志工來參與這項活動 那 每一年呢 搶志工的時候都 號稱比江蕙的門票還要難搶 就是非常的 非常 就是 時間一到大家就要線上 然後填系統 然後才可以搶到那個名額 就是我覺得 每一年就看同學在那邊搶 我覺得 超級有趣的 然後大家就只是為了 能夠幫24小時在學校裡面 然後 看選手們半夜在學校跑步啊 然後幫選手加油 對 那我擔任了 2015年擔任志工的時候 是擔任場地組的部分 那就是負責幫選手們架設他們休息的帳篷啊 然後下雨的時候給他們 周雨棚等等的一些場地上的處理 那另外一個最大的特色 最大的 服務他們選手的地方就是 在場邊半夜的時候幫他們加油 就可能半夜兩三點 然後你看著選手 很辛苦的在操場上跑步 你就覺得非常的熱血 而且很激昂 對 那這一張呢 是 我很喜歡的一個台灣的超馬選手 那他叫做楊黃藍 然後我也在賽後跟他拍了一張合照 那他非常的厲害 就是 就是 也一樣跟著選手們 就是在操場上跑24小時 我覺得超酷的 對 對 那再來呢 我要介紹的是我 我所就讀的東武大學數學系 那東武的數學系呢 放在的是理學院 那在 呃 第一教員大樓的七樓 對 那這張照片呢 是 一出電梯所看到的第一個畫面 就是 呃 右邊有我們的電腦教室 那左右兩邊有非常多的教室的一些辦公室的部分 都在這裡 那再來的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數學系到底在念些什麼樣的東西 那 在於 呃 高中的數學跟大學的數學真的非常的不一樣 簡單來說呢 在高中的時候 老師會教你 A平方加B平方 加2AB 會等於A加B的平方 可是從來不會告訴你 這個懲法公司為什麼成立 為什麼會對 然後就直接叫你背下來 然後去做運用 可是在大學呢 你就要去 你就要去 推 去證明去推理說 欸為什麼A加B的平方 會等於A平方加B平方加2AB 這中間牽扯到了分配率 結合率 甚至一些 數學一些基本的一些邏輯概念 然後呢 在大學裡面 就會教你怎麼樣做 怎麼做 怎麼樣子做這樣的證明 那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怎麼樣的人適合念數學 數學 首先第一點 呃 我覺得念數學的人非常需要有邏輯 邏輯力 那你要怎麼樣去思考說 欸為什麼這樣的事情會變成這樣 接下來會有怎麼樣 步驟為什麼是先有1 再有2 再有3 那我覺得這是數學系 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那再來呢 念數學的人要非常有想像 思考力 就是你要去 想 思考說 欸為什麼這個步驟 可以到這個步驟 然後會到這個步驟 這中間可能牽扯到什麼樣的東西 你要去思考說 這中間有什麼樣的關聯 那再來呢 那再來呢就是 要分享 好的想像力 抽象能 抽象的想像力 那我覺得這一點呢 也是數學系最重要的一點 因為呢 你必須要去思考說 可能在 很多的數學裡面 可能是 沒辦法用畫面上 沒辦法看到 沒辦法用公式 沒辦法用一些代號 所表示的 可能像你在學極限的時候 你就會學到 非常多的數鏈 是收斂發散 的時候呢 你就說 它其實是沒辦法用 呃 你所看得到的方法來表示 所以呢 這時候就非常需要有想像力 就你要去想像 欸為什麼速列到極限的時候 會收斂 還是會發散 對 那我覺得非常是需要有想像力 抽象的想像力 再來呢 數學有幾個分支 像是分析 幾何 然後代數 還有機率統計 那 這些呢 在大一大二大三的必修課程裡面 也都會放進去 像是會有微積分 高等微積分 甚至線性代數 還有負面函數論 甚至呢 還會有代數學啊 幾何學 甚至機率統計的部分 那這些都是數學系的必修課程 那 我覺得呢 最重要的兩個科目叫做 微積分跟線性代數 那這兩個科目在大一的必修 都是大一的必修課程 那也都是上下兩學期 總共 呃 六學分 總共一科目是六學分的課程 那 這兩個科目呢 在數學系裡面也是最重要的 教授也會非常要求你 在微積分跟線性代數的基礎 因為呢 所有的數學理論 都是建立在你 微積分跟線性代數很好的基礎下 所去推廣 推延的 那所以說 微積分跟線性代數是 數學裡面的工具 那也是算是基礎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就是如果 如果你是讀數學系的 你這兩個科目 一定要非常的厲害 不然到了大三大師 可能會有非常多分析啊 或一些理論你會不太懂 所以你到大三大師 你可能還會覺得 欸 微分積分為什麼是這樣子 你就會覺得 就是 所以說微積分的基礎 就會變得很重要 那再來呢 我要介紹的是 數學系的電腦教室 那數學系有一間 專屬於自己的電腦教室 那裡面有衡量的冷氣 然後又有印表機 可以供同學們影印 不管影印是彩色或黑白 都可以影印 那就是 同學們如果做報告啊 敢報告影印 就可以到這邊做影印 那 裡面大概長這個樣子 那就是裡面呢 有大概30到40台的電腦 那每一年都會做設備上的更新 那所以 同學們就 就是會用到比較新的電腦 而且效能其實還不錯 那 我覺得最大的特色就是 下空堂的時候沒事的時候 就可以去那邊打打報告啊 吹吹冷氣啊 刷一下FB等等 我覺得這個點好像是真的非常的舒服 而且 就是 專屬於數學系的人 同學做使用的 對 那再來呢 就是會想要講到的是 呃 數學系未來的出入的部分 那 蠻大多數的同學呢 在大學讀了數學系之後 呃 可能會升學繼續讀研究所 那 除了最一般的 呃 繼續往數學研究走以外 蠻多同學會往財經啊 精算啊 資工 甚至是資管 還有 呃 機工電機等等走 那也有蠻大多數的同學會往統計的研究所 繼續 繼續 繼續讀研究所這樣 那另外呢 也有很多同學呢 會對 想要當老師 那像是東吳大學也有師資培育中心 那就可以透過師培的課程 然後之後去實習 然後考教師執照 就可以到國高中當老師 那甚至也有一些同學 欸 去當補習班老師 當解題老師等等 那另外像是財務分析師啊 還有這幾年 比較流行的大數據 Big Data的 呃 資料分析師 也是數學系 很好的一個出入 再來我要介紹到的是數學系的一些 呃 我所修過 而且我 印象比較深刻的一些課程 那第一個的話是高等微積分 那高等微積分呢 顧名思義就是 比微積分還要在難 然後還要在進階的一個科目 但是呢 呃 他其實 不一定是叫做高等微積分 我覺得另外一個 呃 給他的名字叫做 Introduction to Analysis 就是分析導論分析通論 那我覺得這是 一個比較好 當做這個科目的一個名稱 因為呢 在高等微積分裡面 最主要就是在教你 怎麼樣寫一篇數學的作文 怎麼樣寫一篇數學的證明 就你必須要 呃 就像 呃 你寫中文作文一樣會有起承轉合 可是你在數學裡面 你要寫一個 理論 定理的證明的時候 你一樣會有 先有什麼樣的步驟 然後得到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公式 再得最後得到什麼樣的結論 那他是其實是有 條理 而且有步驟 而且是有數學的 邏輯性存在的 就你必須要依循著這個架構 來寫證明 不然的話其實是 不合乎數學的邏輯的 那我覺得在學習這樣 呃 的證明的 理論的過程中 其實是非常的 複雜 而且非常的難 就是 你真的必須要對數學很有 興趣 而且要真的覺得 欸他不會覺得很無聊 那有時候其實是沒辦法 讓你想像得到的 就有時候可能真的是 這個步驟 然後因為什麼公式 就跳到下一個步驟 那其實是 沒辦法很快速理解的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要對數學很有興趣 那我覺得這個科目真的是 相當的很難 就是 當時候學的時候 其實學的蠻痛苦的 因為 跟自己所想像中的數學 其實就有相當大的落差 對但是 在東武裡面 其實老師都會一步一步教你 那就是 會從最簡單的慢慢教你 然後到後面比較難 那其實 老師們也會非常要求一些 定理啊 理論的基礎 所以呢你就會 就是學到後面其實 很難 可是你按部就按跟著老師的節奏 其實 學起來就不會那麼的累 嗯 那再來呢 在東武呢 每個同學都 必須要修滿四個體育課 對那 像是我就修過籃球啊 乒乓球 甚至網球 那我覺得在大學上體育課 雖然呢 可能會是零學分 然後沒有學分 但是我覺得 很重要一點是 其實是你在大學 其實不見得能夠運動 就有時候可能 一個禮拜沒有 沒有時間讓你運動 不過呢 你就可以透過體育課兩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去跑跑步啊 搭大的球 讓自己的身心放鬆一下 另外我覺得蠻特別的地方就是 會有很多球類課程 甚至是一些 沒接觸過的運動項目 你都可以在大學的體育課裡面去接觸 像是我之前都從來沒有打過網球 不過呢 我就透過 大學的體育課 修了網球課 就會學到一些基本的 怎麼發球啊 怎麼擊球 甚至怎麼樣殺球 就是都可以在體育課裡面學習到 我覺得相當有趣 真的 那再來呢 想要介紹的是通識課程 就一樣在東武大學裡面 每個同學呢 都要必須要修滿六個通識課程 才可以畢業 那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有非常大量的講座類的課程 可以讓同學們做修讀 那我覺得講座類課程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會請到不同樣專業的老師 不同領域的老師 那透過每個禮拜兩個小時的講座 那透過每個禮拜兩個小時的講座 然後就可以學到很多不一樣的知識 跟你會瞭解到非常多不一樣的東西 那像是我這學期修的一門課叫做 呃 說唱藝術講座 那這堂課呢 就是在說唱藝術裡面可能有很多領域 像是相聲 主板筷書 平書 然後雙簧等等 很多不一樣的說唱藝術 那每個禮拜都會請來不一樣領域的老師 來幫你做分享跟上課 甚至還會實際演練 實際帶給你一段相聲的段子 我覺得都是相當有趣的 對那像是 呃 這學期也請來了 朱德剛老師幫我們做上課 就平常都是在舞台上啊 或者在電視裡面看到朱德剛老師 不過透過講座可能非常近距離的跟老師做接觸 我覺得超有趣 而且就會覺得老師怎麼 這個人怎麼會這麼好笑 而且講出來的東西是這麼有深度跟意義的 我就覺得 講座類課程真的是我很推的一門課 而且因為在講座類的通識 相對來說學分很好拿 就你只要出席 然後寫心得 然後甚至可能交一下報告 就會過 所以我覺得講座類課程很棒 那另外呢 因為 這些通識課程呢 其實都會有別於自己數學系的課 因為像數學可能就是面對於課本啊 然後一些理論啊 一些題目 然後公式什麼的 可是你在通識類的課程就會 增加自己的人文素養 然後增加自己的藝術涵養 就是可以在課 除了數學以外 你可以學到非常多 誒 怎麼樣看一些藝術表演啊 怎麼樣聽音樂啊 等等 我覺得這都是在通識課 會帶給我不一樣的東西 再來呢 東武的外系選修部分也非常的多 就是你可以修非常多 不是屬於自己科系的課程 那就可以選擇自己有興趣的課 在你空檔的時候排進去 然後就上課 那像是我修過管理學 那它是科技管理學層的一門課 一門必修課 那這堂課老師就會帶你看 很多企業怎麼樣做經營 怎麼樣做運作 甚至這間企業怎麼樣做行銷策略 那它的行銷策略怎麼樣好怎麼樣不好 在這堂課裡面 老師都會帶你去做分析跟討論 對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程式設計 那這堂課呢 是修量資料管理學院所開的一門課 那這堂課呢 老師就會教你怎麼樣 用python打一支程式 那怎麼樣可能抓淘寶啊 或者是抓台灣高鐵 甚至是一些網站上面的資訊下來 然後做分析 那我覺得非常有趣 那我覺得呢 在這些課程裡面呢 最重要真的是跨領域的學習 就學習到 除了數學系以外的專業課程 那就是 能夠提升自己的軟實力 在未來可能找工作的時候 會比較有幫助 另外呢 呃 在東武大學期有非常大量的課外活動 跟社團活動 那我也會 接下來也會 呃 也會有我很多 參加過的社團活動的經驗分享 那首先第一個呢 是東武大學數學系的系欄 那在東武大學數學系的系欄 呃其實在東武的籃球界其實相當有名 因為每一年都會在系季盃甚至聯賽拿到冠軍 那另外在北樹盃大樹盃也常常多冠 對那在系欄裡面呢 大家平常都很努力的練球 然後很團結 那場上非常拚命 不過在場下 學長姐學弟妹的感情其實是非常好 那這張照片呢 是我在大一的時候我們25連勝拿到聯賽的冠軍 全部球員的一張合照 那這張是我們聯賽冠軍之後 全部的球員在操場上喊聲加油的 呃一張照片 對 那我覺得呢在大學的系欄呢 因為不像高中都是打三打三 那都是打五打五的全場 所以呢在系欄裡面就會得到非常多籃球技巧上的觀念 就會 可以從 就是會從 不會打全場然後呢 會到 會卡位啊 會跑位甚至會跑戰術 我覺得這都是在系欄裡面所學到 那另外一個點就是在系欄裡面 會一直去超體能 然後就會讓你的體能變得很好 就是你可能本來只能打三節 可是可以打到十幾節 然後 甚至那時候的體力也會變得非常好 就是你在熬夜讀書的時候就不會比較 比較不會覺得累 另外呢我會覺得在系欄呢 是最好認識學長姐的一個方式 因為在 在練球的休息時間啊 或在打球的休息時間 學長姐就會跟你分享說 欸哪個老師的課比較好過 哪個老師很嚴格或很兇或什麼的 然後甚至在考試前 學長姐就會給你很多考古題 然後就幫助你讓你考試考比較順利 那我覺得這都是 在系欄裡面 認識到非常多很好的學長姐 那另外呢我參加過一個 呃參加的一個社團是 招生服務團 那這些 呃在招生服務團裡面 來的同學跟志工 都是不同科系的同學 那是一個非常溫暖的小天地 那這是我們去年舉辦 呃畢業送就給學長姐的時候的一張大合照 那在招生服務團呢 就是要服務高中生 那把自身的經驗分享給高中生 甚至讓他們了解到 東吳大學有哪裡好哪裡不好 甚至告訴他們 欸東吳大學有哪些科系 那這些科系裡面 到底在上些什麼 那特色是什麼 都是我們招生服務團所服務的重點 那這張照片呢 是我們每一年都 寒暑假的時候 都會在台大體育館所舉辦大學博覽會 那我們都會去擺台 那這是我們所有工作人員的合照 那另外這張是我在大學博覽會擔任 講解 講介紹科系給同學的時候 拍的一張照片 那 就會透過這樣的介紹 然後讓高中生能夠更快速的了解到 東吳大學每個科系 那另外我也舉辦過一個活動 呃舉辦過大學的營養 參加過大學的營隊 那他是認識東吳營 那他也是一個透過營隊的形式 然後能夠讓高中生能夠更了解東吳大學的一個活動 那這張照片呢 是我第一年擔任服務員的時候 跟我的小隊員一起合照的一張照片 那這張是第二年我擔任營本 呃跟所有服務員所留下來的一張合照 那我覺得呢 不管是在東吳營還是在招生服務團 我覺得訓練到最多的是口條的訓練 因為你必須在最短的時間 把一個科系介紹給一個高中生 那要有條理的 有條理而且是能夠清楚的 把這些內容講述給他們聽 而且要講到他們能夠理解 那我覺得在這部分 就有非常大量 而且也是專業的訓練 能夠幫助我 呃把事情能夠講得有條有理 而且是能夠講到別人是聽得懂的 那我覺得這是在招生服務團訓練到最多的地方 另外呢是團體生活的部分 就是在這邊呢 呃像是辦營隊的時候呢 就必須要長時間跟一群人生活在一起 然後呢這中間可能會有互相有摩擦啊 會有磨合 然後大家可能練習的時候會疲倦 然後會累 然後大家互相怎麼樣激勵 怎麼樣鼓勵大家 然後怎麼樣一起往同一個目標前進 那這時候團隊生活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那我也覺得 在這邊我也體驗到 怎麼樣跟人做互鬥 那怎麼樣能夠在團隊中當一個開心過 怎麼樣在別人難過的時候安慰人家 這都是我在呃 營隊的時候所體驗到一些生活 另外呢我也參加過東吳第一禮 那他是呃東吳大學舉辦給大一新生的 新生定向實業輔導 就有點像是新生訓練的活動 那像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件衣服呢 就是呃每一年學校都會贈送給大一新生的一件紀念服 那就是代表那一屆的特色 這樣子 那我覺得擔任第一禮的服務員呢 最重要的一塊就是呃 當一個大一新生的引入人 讓他們在剛進入東吳 對一個校園完全不了解的時候 讓他們熟悉整個東吳的校園 而且讓他們了解到 欸東吳大學有哪些資源 然後有哪些地方可以做用餐 然後呢怎麼樣做選課 怎麼樣做呃有哪些資源可以做應用 然後我要上英文要去哪裡上課等等 我覺得這是 對大一新生是非常有幫助的一個活動 那這張照片是呃去年所有的服務員一起拍的一張合照 那另外這張照片是呢 是我擔任活動組的組員 然後呢準備要帶大一新生 參加校園導覽的時候的一張照片 那最後呢我想要分享一下 我在東吳大學數學系 呃讀了三年之後的呃收穫以及心得的部分 那我覺得最重要一點就是 凡事都是在學習 而且是我在學習 怎麼樣成為一個不一樣的自己 那我覺得最重要呢是經驗上的累積 就在這中在這三年中間我參加了很多不一樣的活動 體驗到很多不一樣的事物 甚至也學習到了很多自己可能有興趣沒興趣的東西 那我覺得在這中間呢 我累積了非常多的經驗 而且得到了我自己有興趣的地方 就找到我自己有興趣的呃領域 那我也覺得我未來可以往這方面繼續做呃做學習 那我覺得這是在大學裡面蠻重要的一塊 另外呢也是我覺得在大學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是你必須要在大學裡面迅速的累積你自己的人脈 那我覺得參加不一樣的活動啊社團等等 我都可以認識到很多呃來自不同科系的人 來自不同領域的人 可能有人是讀法的有人是讀商的 那我從中我就可以獲得 欸原來他們的思考邏輯是這樣 原來他們的價值觀是這樣 那彼此互動的時候就會插出不一樣的火花 就發現欸原來中文系的同學有這樣的特色 那可能是我可以學習的 那我也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累積人脈 而且是可以很快增加朋友的一些方式 再來呢我覺得在大學裡面呢 呃很重要一塊是挑戰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像是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可以帶呃高中生校園導覽 我可以把我自己的學校介紹給高中生 甚至我也沒有想過我可以呃在一個呃全校的入學典禮上主持 那我也覺得這都是我在大學裡面 我本來認為我不可能的事情 不過我都勇於去挑戰 挑戰自己沒有接觸過的東西 然後最後成功了完成了 我都會覺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那我也覺得這是大學裡面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要不斷的去嘗試 不斷的去挑戰自己 然後呢讓自己的大學思念能夠很充實很豐富 然後呢能夠讓未來人生的 人生能夠有更大的更大的幫助 嗯 那最後呢謝謝大家收看我的講座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就可以在下面的問卷填寫 那最後的話就是祝大家能夠 考上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學校 然後能夠有快樂而且充實了四年大學生活 掰掰 掰掰